学生 谢谢你的爱心 来 提升 谢谢 不管是一块钱 十块钱 就是甲仙国中学生 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爱 就是每天少花一点 就可以帮助这些人了 享受给他们 然后让他们 就是感受到一些温暖 学生把存下来的零钱 买了好几串粽子 纵详四亿 师生们加快脚步 要送到长辈手里 阿嬷 叫我长辈给你叫 好 谢谢啦 每逢佳节被私亲 看到孩子地上热腾腾的粽 好感动 今年吃粽了吗 阿嬷 阿嬷吃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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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了 吃了 这群甲仙的孩子 经历巴巴风灾 一路上也接受过 许多人的帮助 我们要尽所难 去帮助老人是好事 如今他们也成了付出的人 微薄的几块钱 几颗粽 在社区内带起善的循环 阿嬷吃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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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请进行王昭中 高雄报道 阿嬷吃了 阿嬷吃了